現在是第一回合由高軍玩家先攻 那我們在這個遊戲裡面主要會有兩種移動方式 第一種是一般的移動 第二種是行軍 行軍的話是利用我們一般的移動力兩倍做移動 但是當你進行行軍的時候就不能進行射擊 所以他現在這個走這麼長是因為他行軍嗎 沒錯 當然你也可以宣告行軍以後但是不要走那麼遠 所以行軍沒有要求走滿 沒錯 所以我幫你拿著 這也沒問題 嗯 6 6 6 7 7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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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 我發現他不能用記憶卡拍 他記憶卡是拿來拍照的 絕望 你有切過去我發現他800多 他單位有張數 那我不是白身嗎 不會 等一下他是拍照 我們可以繼續拍照 就是用拍的 拍照 飛行的行軍是20 對 飛行的話 進行行軍是20 平常是10 10 那請問一下 飛行單位有什麼好處呢 飛行單位嗎 飛行單位好像可以跨越地形跟部隊 任何地形嗎 跨越不得衝擊還在嗎 跨越不得衝擊還在 但是你必須要是看得到對方 你要看得到 你要擺得下 對 你需要視線 必須你要足夠的空間放置 五 現在龍靶是越過了一個 不能經過的地形 沒有 這個是樹 好 尤其現在WM8版改為真實實現 所以這個龍靶真的是一個十分良好的目標 當然是非常 那站太高 你不覺得那個 Tag是一個好的目標嗎 你不覺得難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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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自動結束 法術 Window Magical 一個 有5顆 不過Herman的魔法階段是 投資兩顆 兩顆骰子來決定 一共有多少司法骰子 stos 現在高清玩家丟出了5跟2 就代表1跟有7顆 其中較大的骰子就是對方的破壩骰數量 也就是5顆 破壩骰在後面這裡 差輸啦 要看你知道要怎麼會好 你只有一顆是 高清玩家先去參考 我們來介紹一下高清玩家 高清玩家綽號超人 他在我們論壇的ID是無敵超人 專長是補給 現在高清玩家在確認視線 從800開始視線你想怎麼量就怎麼量 距離你想怎麼量你想就怎麼量 對 做任何事情之前記得先把齒放在去測量 如果之後再測量還是沒有 那只能說你是個笨蛋 沒有啊 因為不到不到的時候 你不能選擇他做的目標 在哪裡 2顆4號 4號 0號 4號 3號 2號 4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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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4號 14號 為什麼你會多投一顆 他的規則就是 失望完一定要再多投一顆 龍法系規則 會這樣嗎 就是你每一排只要有超過五個人以上 就是一排有D3下S4 目標是他 好 現在出訂目標 這個部隊總共有五排 所以如果收到這傷害可能會有點大 火系把術是非常擅長攻擊 使用攻擊幫陣的一種法術 火系把術雜兵戰的話 現在把術師放也沒上去 對 六顆 最多到六顆 成功 好 現在開始要投擊傷害了 有幾排 五排 我們畫面中這個部隊已經要收到幾個 九 十 十 一 十二 十二下 十二下傷害 第十二下傷害 G3嗎 G3這法術力量多少 4 N4打T3 3以上 3以上 丟1 可以共造成六個傷害 然後模組放在丟飛甲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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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為盔甲被修 因為力量3以上 就會修正盔甲 力量4 對盔甲修正是1 所以他必須投出6正 你可以看到只有一個6 可惜 然後這個方正已經少了一排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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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 2 2 1 1 2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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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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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改目標